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人联棋顾名思义将每队有三个人组成 每人下一步棋有六个人来完成一盘棋 所以整个比赛的一个趣味性和娱乐性非常的强 同时偶然性也非常有意思 职业棋组三人联棋赛是中国围棋大会的一项赛事 规定每个队有两名职业棋手和一名业余棋手组成 我们今天的对手是大地雄心队 是由牛宇田七段 张东岳五段和杜景宇业余六段组成 应该说实力非常强劲 而我们的队伍叫做互属快乐队 顾名思义是由我们和成都共同组队 就是由牛宇田职业七段 政策职业四段和我 共同组成了互属快乐队 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想以快乐为期为主 好 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这盘棋局中 这个赛值非常有意思 是先进过总共有30支队伍参赛 先进过三轮的小组赛 取前16名进入第二阶段的季后赛 在这盘棋是小组赛的第三轮 在前两轮的比赛中 对手是两战全胜 而我们一胜一负 对于我们来说 这盘棋要力争获胜才能确保出现资格 而对手也为了取得一个季后赛的好的位置 也是全力以赴 赛前我们两支队伍都被认为是比较实力比较均衡 比较有希望撑取好名次的队伍 但我们第二盘就失利了 这三人连棋赛确实偶然性非常强 每步棋大家思路很难连贯 因为有六个人来在下 首先这个布局就是在正常赛市中还是比较少见 单人的赛市中比较少见 其实想这里黑棋就是很想在这挂个脚 或者大飞手个脚 甚至拆的话 拆在这的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位置 由于黑棋这里有紫 如果这个是白棋的紫的话 那黑棋拆这个 没有任何问题 无可厚非 但黑棋这里一个紫的话就想做一点构思 比如说想效率高点大飞手脚 或者走这个 甚至小飞手脚都可以 甚至拖线都可以 再挂这个脚都没问题 这个拆的稍微有点小 有点过于偏于这一方 白棋手脚 白棋这时可以 其实可以考 黑棋这个是新 白棋这里在这个局部 以前在我们中国流特别流行的时候 觉得这个局部这个结构非常的好 无论如何都能围到一边 但现在这个下法自从AI出现以后就不被认可 首先白棋这个高挂 黑棋即使白棋即使这样打一块 电脑都是认为是这个白棋是还可以的 黑棋被分割以后紫效并不高 同时还有这种靠之类的下法 如果黑棋搬这个 白棋反搬 黑棋沾 白棋沾 黑棋搬 白棋搬了一张 这个局部白棋也是可以满意的 黑棋如果下搬的话 白棋简单往上长一个 就这么走走 就特别简单的走一个 这个白棋也还可以 实战白棋选择了点三三的一个变化 当然没有问题 尤其这个是铁头和这又有限制的时候 这个点三三的价值永远是没有问题的 黑棋这部非稍有问题 黑棋这时可以考虑搬了连搬 以取地为主的一个下法 这个是可以预料 其实这个结果黑棋没有任何不满 白棋如果这时贴 黑棋可以往这走一个 限制白棋的这个下边的发展 白棋如果跟着围 黑棋可以刺一下 然后再简单压过 就一路压就行 然后黑棋再在这走一个 这个白棋下面效率太低 而且白棋除了这个大飞手脚之乎 所有的子都集中在下边 而黑棋不仅有左下角实地 而且关键右上这一带的模样相当可观 这个图白棋不能接受 所以一般黑棋走完以后 白棋也只能不走了 那下边这个黑棋 白棋这个模样并不可怕 黑棋可以考虑在这一带 尤其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中就讲过 只要这一带下边的价值并不是很大的时候 尤其有这个铁头的时候 黑棋可以考虑搬了连搬这个局部的下法 实际上黑棋选择取势 白棋就是由于真子的关系 白棋不太想下这个 白棋不太想下这个 最主要是这盘这个局部 我们在第二轮的小组赛中 就因为下这个定式输了一盘 可能心情上不太好 所以没有选择这个 其实这样下的话 从局部的方向来看 白棋也无不满 白棋这个铁头正好限制了黑棋的发展 而白棋这里的出头和这里高低配合也很好 白棋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但这部拖也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拖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也讲过 这个拖以后的变化相当相当复杂 存在的只十种 几百种 我们写书就写了八二多一 还只是写了冰山一角这种感觉 其实拖这个变化 但此时由于白棋这有个铁头 这里又有个子 黑棋搬下 白棋从道理上讲没有怕的道理 完全可以战斗 所以也基于这样的考虑吧 黑棋选择了退 实际上这里就我国的一名 顶尖业余棋手吧 白宝祥 其中曾经 白宝祥七段 曾经在这里一带 做出了自己的一个研究 他认为这个局部 白棋应该不顶比较好 单爬黑棋退 他甚至在一定的局面下 这一下顶谁顶谁亏 别以为白棋多顶到一下 就便宜的木起 其实这一幕将来还回去 将来黑棋搬了一段 这个白棋特别恶心 白棋如果吃这个 或者吃这个 大同小异 吃这个的话黑棋吃这个 白棋如果提掉还原 那黑棋可以打吃这个 扑一下 这个节不能 黑棋就可以放着 无所谓 什么时候打赢的时候 再提一下一粘 这将来虎还有鲜手味道 虎完这一点 这太难受了 那白棋只能粘住这个 粘住这个的话 将来黑棋有拐完以后 这个虎就是有鲜手味道 别小看这一点 其实差别非常大 将来黑棋虎这一拐特别舒服 或者拐完虎都有鲜手味道 所以这个扑的一段 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 一个好的手段 只要白棋如果反击的话 黑棋吃掉 这应该说黑棋没有任何不满的地方 我们可以跟刚才这个图做一下比较 这白棋多损一下 上面少了这个借用 那肯定白棋不能满意了 所以黑棋扳了段挺难受的 所以这一下白棋顶其实不着急 可以保留 应该说这下顶不一定 只是说优劣难分 白棋顶完以后有这个隐患 实战白棋顶掉了 然后把这下拆 应该说布局下到这里应该还是非常正常 在这个这盘棋 我觉得从很大角度 一个进程来看 黑棋这里将来是后市 还是姑棋 有可能会直接决定 这盘棋的走势和胜负 白棋这里可以随时可以找机会点到一下 因为这个段是不可能的 这几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什么时候点到一下 尤其我觉得以我对电脑的一个理解吧 只能说和大家分享一下 谈不上正确 他特别喜欢 电脑特别喜欢在这里点一下 这便宜一下 这点一下 他就觉得特别舒服 特别喜欢这样的招法 同样他很反感被别人莫名其妙点到一下 很多时候他会选择反击 所以白棋什么时候能找到时机点到一下 那肯定便宜 现在不一定能点得到 其实白棋在这个局面下 下成这样的话 毫无疑问 右上角已经成为全局的一个重点 怎么下呢 白棋有几种选择 按照传统的挂角 就我们刚才摆的一个变化 这白棋其实也无不满 另外电脑AI也特别喜欢靠这个 靠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下法 黑地走这白棋搬 按照以前我们觉得这个不能接受 但如果按现在的一个理论的话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那黑棋肯定不满意 黑棋所有的重点重力子 全部已经集中在这里 其他这两个子弹不上木吧 只是一块比较薄的一个拆边 和这块白棋来说熟优熟烈 可能还是白棋要好一点 黑棋这六个子的位置 从目前的一个结构看 显然不如白棋这六个子 白棋还有这个角和一个大飞手角 这样分割的话 白棋很容易站得局面的上风 所以作为黑棋 不愿意被白棋简单的 在势力范围内分割一块 肯定想反击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算立了一般一虎 这样黑棋也很难攻到这块白棋 如果反搬的话 白棋搬这个 但现在黑棋可以考虑走这个时候 利用针子 甚至可以打一下 打一下的话 白棋甚至有可能弃子白棋都还可以 黑棋吃了 白棋就算把这个子提了 把这下后 白棋都觉得还可以 所以靠一个也是一个可以推荐的下法 实际上这首棋 我记得是我们对刘士郑下的 刘士郑期段 曾经获得过新人王的冠军 也曾经挑战个天远 实力非常强 现在尽管担任上海棋院副院长 和上海围棋队主教练以后 行政事务比较繁忙 但棋的实力还在 他这首棋下的有他的理解 如果这个局面按照我们以前的讲的 迷你中国流 或者黑棋就简单中国流 那这首棋 无疑是不能下的 因为黑棋只需跟着白棋贴起来 贴一盘 那黑棋这个间隔相当的宽 相当的好 即使这样挂脚 本身白棋是有打入各种手段 但由于这几首棋 在削黑棋的同时 也给黑棋在这边得到了补偿和加强 那显然是不舍得的 但这个局面 实在这个局面 黑棋的间隔很窄 就之前我们刚才讲的黑棋 有可能要多拆一路 少拆一路 他就想让你重复 让你后上加后重复 这样白棋就没有任何不舍得的地方 紫效就容易高 围棋本身就是一项比拼紫效的游戏 在这一步棋充分显示 市政对棋的一个理解 我们政策也是非常有实力 曾经拿过全国大学生赛的冠军 同时也非常聪明 他又是国际跳棋的一个 全国性的冠军 是一个全能战士 所以他这些 他的棋很 可以反映他聪明 他的这种连棋方面 很容易贯彻队友的思路 黑棋这部跳有些意外 局后牛宇田七段就在开玩笑说 这部棋很难来评价这部棋好或者不好 第一感觉不明所以不知所云 不知道黑棋想干什么 但同时又俯瞰了全局 又补了这里的弱点 又补了这里 又瞄着这里打入 同时还攻击着白棋 到底怎么样 完全得看后面 优劣难辨的一手棋 白棋反刺一下 这手棋也是优劣难辨 从心情上讲 白棋很想反击 从未来将来作战或真子方面 能刺到一下总是便宜的 按一般情况下 像现在这个时候刺 刺可能刺不着 黑棋有可能会贴 也有可能会脱线 不可能老老实实沾上 但即使这样 即使这一下刺到了究竟便不便宜 却是个未知数 因为本来白棋拐之后 白棋将来有这种打入的先手 而交换完了这一手以后 这个打入就没有了 所以白棋拐也变成未必是绝对先手 尽管依然有一手其价值 但未必是绝对先手 白棋沾上 刺完了沾上 黑棋飞 攻守兼备的一步棋 本身目数也很大 黑棋如果拖先走别的地方 白棋将来靠了一段 这个手段非常现实 几乎就已经可以看成 如果吃这个白棋 就把这个打通 这收获就很明显 如果吃上面的话 白棋就打吃了 吃 沾上白棋一虎 这实地收获非常的大 所以这不飞是不容错失的要点 白棋虎下之后 黑棋就必须要把这手机给飞了 白棋这不打 其实是不应该的 白棋应该拖先 这不打没有任何必要 黑棋这时已经搬不过了 白棋本身这不加的用意是阻度 这时已经搬不过 而打吃这本身目数也不便宜 这里这里损失很大 白棋没有必要再花这手去打 因为这手根本 在这样 双方是六名骑手实力 都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下 这下骑是肯定打不着的 但他实战的时候看到加了以后 也没有多想就打了 有点随手 但也充分反映了三人联骑赛的一个特点吧 其实说到这个三人联骑 讲究的就是一种配合 因为三人联骑每个人每个骑手 即使水平再高 无论水平的高低 都是思路是不可能一样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骑风 三人联骑要想发挥好 关键还是要看配合 就有的骑手是负责主导的 而有的骑手是负责配合的 像我们这个职业骑手三人联骑赛 他这个三名骑手实力差距 相对来说还比较小 尤其业余骑手都应该是业余高手 业余六七段骑手比较多一点 所以反应不出 有的是我们平时在一些上海 或者地区性的一些推广的比赛中 下这种联骑 双人联骑也好 尤其三人联骑 水平差距比较大 经常可能是一个职业骑手 带一个普通的业余爱好者 可能有让四五个甚至更多的水平 那怎么样配合就非常有讲究 我相信很多骑手都下过联骑 都深有体会 我下联骑下比较多 我的体会是一个联骑高手 要尽可能的去配合第一手的思路 而不要让第一手去配合高手思路 第一手如果要冠 就要努力的想一想高手什么意思 第二个第一手要会打僵 这两件事做到以后 高手就会更容易配合一些吧 而高手要努力的去进入到 下手的一个节奏中吧 这样的话一个配合 就会发挥的更好一点 当然双人连骑赛也好 三人连骑赛也好 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赛制 特别帮助下手掌棋 像这样的比赛的话 努力的去尤其下完棋再进行复盘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掌棋工具 有的时候比下直到棋的作用反而要更好一点 这也是我对一个连骑的一个体会吧 好我们继续回到实战中 来 白棋打就是三连骑中的一个小误会吧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白棋完全可以拐头 甚至在这一带走大的都可以 走一个这个或刺都可以 这个打吃其实不着急 黑棋打入 抢到先手以后的打 黑棋顶了一个 顶补一个 白棋拐一个 这两额实力价值差不多 黑棋打入 这就是白棋刺完以后 这是白棋肯定对这手刺有点懊悔 刺完以后 这些手段确实少了很多 但这些都无关胜负 黑棋打入以后的攻防 白棋点一个时候 我看到我的搭档点一个时候 说实话我心里一惊 这下点确实不一定点得着 黑棋狠次心情反击 比如说跳 黑棋如果实在走 这个反而有可能 进入白棋的一个步调 白棋正好一跳 黑棋跳以后 白棋可以跟着走 这个跳依然对黑棋进行 将来白棋反跳出来 甚至断了 黑棋都得提防着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也可以跳 也可以断 都可以 所以这手刺尽管冒险 但确实让黑棋也很难下决断 实际上对手经过 长靠以后也选择沾上 连棋还是下 尤其在局面未落后的情况下 况且对手的牛宇田也好 张冬月也好 都是棋风非常稳健的 后半盘棋手 他们觉得没有必要 再过早的进行一个决战 先沾上 后发制人 白棋小尖 这手棋也相当的沉稳 嗯 我的第一杆是飞阵 黑棋脱断 黑脱断 白棋如果稳健的 打了一场 黑棋吃 白棋把这子蒸掉 这个白棋就可以接受 如果凶横一点还可以单长 单长打这个 白棋尽管没有把握 但黑棋也很凶险 白棋吃 黑棋如果长的话就中计了 白棋一走 这黑棋 黑棋只能长这个白棋 黑棋再飞出作战 或者尖处作战 这个战斗 白棋也可以再把这个尖处 这就是非常乱战的一个格局 但我觉得这手白棋正可以掌握全局主动权 先看黑棋的下方 但实际上 政策说他有点担心黑棋靠 黑棋靠了一场 白棋有点难受 这确实也是有他的道理 白棋如果粘黑棋 可能要冲断战 如果走这个被黑棋一般担心有些落空 他想先站稳脚跟 这里大不了就处于一种对跑的架势 谁都不怕 但我觉得这棋是不是可以考虑多一路 这可能也是个人棋风的一个问题 跳 黑棋飞 确实白棋就是开始有一个拼搏了 如果继续白棋走的话 有点担心黑棋跳 黑棋上面这个构造 确实效率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点点 白棋这项提了以后 我们可以先算提掉 11 26 3 这块40亩 这块10亩 全局50亩 白棋15 26 40多亩 尽管这棋其实白棋也不差 但从心情上讲 被黑棋这样跳到 这块棋效率总觉得有点高 尤其在这块白棋 尤其打吃完以后 总把自己点成一块强棋 不能把自己点成一块弱棋 白棋全局也只有这一块弱棋 所以想从实力上先占据优势 打入 拖了一虎 这是很非常凶狠的下法 坐杰 黑棋坐杰 这也是连棋赛的一个特点吧 按照道理讲肯定是有杰先提 但实战牛宇田 因为他是对中实力最强的棋手 好 抓到几乎 他觉得这一手是要点抢弓 白棋这个时候 当然比较温和的开截方式是 打吃这个 比较凶狠打这个 但只要白棋在这里一打 这个截必须要打赢 打吃这个的话 必须至少黑棋要走到这个以后 才能脱先 而打这个的话 就开弓没有回头见了 必须要打赢 绝对不能走了一个以后 这截打输了 这打输了 这损失太大 几乎就扔了一手棋进去 扔在这就更没法看了 所以白棋什么时候开截也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时机 然后实战我对觉得这棋现在开截没有把握 这个截都不一定是截了 因为如果黑棋一旦这厚了 这几个子相当的危险 先飞出头 一边出头一边瞄着攻击这块黑棋 黑棋再提截 这两手交换觉得便宜刀了 白棋跳 这个找截稍微有点松缓 这棋班师不易察觉到好手 黑棋走 将来白棋应该是这样找截 黑棋如果吃的话 那这个白棋黑吃这个并不便宜 这个白棋实在太舒服了 如果这样下就没法看了 黑棋如果只能打下面 白棋扔一下又特别舒服 这和实战单跳相比差别很大 相去甚远了 白棋扔再连扔 黑棋下法估计只能忍耐 那这个也比要好很多 也比实战摇好很多 这个班在打吃 转换黑棋并没有完全活进 所以这部跳是有一点松缓 白棋班才是紧凑的好手 但这部班确实不是太容易察觉 事后我们也是通过电脑复盘以后 才发现这一手的好手 很有道理 然后这截打着打着又不打了 双方在这里看杀了起 这也是连起的一个特点吧 冲完以后一看这不冲也不太像画 不冲这有点薄 那就杀吧 那冲完这一下 另外一个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其实冲完这我猜测黑棋冲这一方 是希望搭档是点这个去抓一下 白棋的骑形 顺势看白棋 这是白棋很为难 白棋如果虎这个黑棋一冲 黑棋这一块就基本上得到了安定 而白棋虎在这的话 那被黑棋一尝 白棋的眼形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实际上走了两下 好黑棋现在这班 这也是打一将 因为暂时没看到那个搭档什么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搭档也没有暂时没有看到 拐一个 黑棋虎 这当然也没问题了 还是要回过头来 我觉得这点还是要点 实战黑棋虎 把这打吃 这都没问题 黑棋飞弓 其实黑棋也可以考虑非这个 从这边攻过来 白棋挺难受的 白走这个要面临着黑棋 就黑棋就继续长 将来这一下顶特别特别舒服 白棋的眼形都很成问题 实际上从这攻过来 反而白棋会下了 接下来这步棋也充分体现了 一个三人连次赛的一个乐趣吧 黑棋现在这一段 这步棋本身 估计一方面是吓晕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打将的意思 白棋一打吃 其实这两个手棋相当损 黑棋这棋就只要搬 搬白棋也只能提 这没有任何变化 搬完不提的话 黑棋将来粘住 白棋这棋活不活还是个问题 光真黑棋随时一打就打结了 白棋只能提 实际上断完以后 黑棋再打吃 白棋完全可以不提了 白棋可以抢先手 比如说先继续开结啊 甚至在这走一个 刺一个都可以 不用再下了 实际上白棋提这个 也是出于一个惯性思维 他觉得你这打吃一下也没便宜 那我就提一下吧 其实是一个大还手 实际的一手 这一段这两下的刺续 双方各犯了一个错误 反而打成了一个平手 刺 白棋这时还是应该忍尽沾爽 这步反击有点问题 这三个人下大家就可以看出 和普通的一对一的棋 和与成为脸这样集体研究的棋 都明显的不同 吃 白棋把这沾上 这白棋一个反击并不便宜 黑棋提之前可以先考虑顶一下 白棋差的挺多的 黑棋走的时候被白棋打 眼形跟那个厚薄都差的不少 黑棋提 从整体来看 这一串白棋并不亏 感觉还是黑棋这部非有些问题 但白棋也失去一举奠定优势的好智慧 白棋不应该提这个 如果不提的话 就白棋优势一点 现在基本上止骨相当 白棋开截 黑棋提 白棋靠 这棋 黑棋这个时候 照理说黑棋只能忍耐 白棋就算在虎处 这应该是白棋不错一盘棋 实际上黑棋这部棋是相当相当的冒险 白棋就是应该毫不犹豫把这个提了 黑棋刺 飞下 局部是可以把白棋置住 这里白棋只有一个眼 毫无疑问白棋这里只有一个眼 但关键白棋这里能作眼 白棋往这一顶 这黑棋很难受 黑棋如果挤的话 白棋再贴 这个黑棋要杀白棋还是很困难 况且白棋还有挖之类的手段 这个白棋挤是先手 就白棋挖了一张黑棋就已经很难抵抗了 这个无论如何从到底下白棋这里应该拼一下 甚至这下黑棋换以后白棋可以先步走 然后进行可气可取 白棋顶一个黑棋很难应付局部 这下施机和白棋实战 这是一部大还手 黑棋一粒 白棋踢 三人连棋和双人连棋有一个明显不同 就是只要打截的话 三个队友A永远是踢截 B永远是硬截 C永远是找截 而无法更换 除非你连早俩没解采 实际上黑棋提回 白棋一段 一走 白棋一提 黑棋继续找截 黑棋找了利这个截 还是就是 该挡这位棋手应截 如果换个人的话 很有可能会提 但他出于一个思维惯性 他觉得这棋还是没有办法提 因为这棋他觉得死面太大 其实这次提掉也是个 依然是个良机 黑棋走这个 白棋往这一顶 黑棋很难杀这个白棋 实际上白棋刺了一个 黑棋提 这另外一位搭档一看 这棋如果这截肯定打不过 黑棋沾以后这无数个截 所以白棋把这个冲了 黑棋沾上 那这个局部 从总体来看 这是黑棋倒是应该沾上 黑棋沾上更狠一点 白棋只能跳 因为有了这一首棋交换以后 这白棋已经活不了 白只能跳 黑棋几乎可以无条件打赢这个截 这被白棋冲过以后减少损失 但如果算总账的话 总体来看还是明显黑棋得力了 白棋这个字的作用太不明显了 实际上 实际上 鲜于形式不利 这首粘我记得是我下的 我决定拼了 跳 大尺 实际上镀井玉六端 这部粘柱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基本功 这个提不见得便宜 被白棋吃一下以后 黑棋自身的形状出现了问题 一粘 白棋糊 这是白棋处于一种拼搏状态 这时由于黑棋全局铁后 本来认为一块强棋的白棋 反而是觉得 这一代是隐隐约约有一些隐患 一旦攻击起来 白棋这块棋 比如说黑棋多点子 黑棋这一搬 白棋靠这一代作业 那这次就比较辛苦了 所以这时白棋应该是 客观讲已经是劣势 拖 白棋搬 走这 白棋吃 黑棋打吃 从这步棋开始 我觉得我对接下来的十几步棋的表现 可以已经是用灾难或者车祸现场来形容了 就没法看了 这次按照刘士正当时的思路 他是认为我应该沾上 黑棋吃 然后白棋该走哪走哪 把这个连连回来 这棋尽管行事差点或者顶一个行事差点 他还能下 然后我以为他当时是希望要开截 我就把这棋给提了 然后打吃以后他愣了一下 等他愣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俩产生了误会 其实按照我们俩每个人思路下都可以 这粘住这棋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把战线拉长 另外这个时候白棋打劫的话 也完全没有问题 白棋有这一枚结残 把白棋提 然后此时无论黑棋走哪个 白棋都把这个削了 假如提白棋走这个 黑棋穿 白棋这里也收获显然要大于这一边 白棋再把这连一连 这应该说是白棋相当不错的盘棋 而这个时候黑棋唯一的机会也就是只能在这一旦 跟白棋决一死战了 白棋把这截消了 黑棋开始杀这块白棋 杀掉赢杀不掉输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我觉得这样应该还是挺有机会的 对白棋来说 但实战是正把这个粘上以后 就彻底就我们两个就发生了 这里就一个思路的一个不同意 损失非常惨重 政策只能爬回一虎 我这棋想了半天 我觉得这棋不能被搬下 被搬下这没法看了 螺沾沾上 这螺沾还被一扑一搬 非但木没了 而且整块棋一个眼都没有 螺走这个马上崩了 做活被黑棋提通了 是一个接不归 这马上这棋就下完了 就只能无奈之下 只能再花一手棋补棋实战 那这个损失太惨重 本身黑棋还挺薄的时候 一打只 这个损失已经很惨重 但还没有结束 施政也没明白 这其实白棋可能只能退 那他先打 一提 留给政策一个难题 他不明白施政这部打是什么意思 但菊霍问施政 施政说他打他也不知道下哪了 先打一下看看搭档下哪 然后政策这一打僵 又是一部 特别大的问题说 被黑棋一拍 然后我一看这实际没办法 如果跟着硬黑棋一沾 就等于白白被人打了一下 也没法下了 硬着头皮断了 肯定也是一部问题说 被这一尖 然后这是市政依然处于混乱之后 又把这个沾了一下 被这一拐 这走了半天 白棋是什么都没下的 一条边全变成黑棋 这里损 这一代我们的表现 可能只有业余三四段 我们三个人的整体表现 大概估计也只有业余三四段的水平 这完全是出于这种三人联棋的一种 尽管三人联棋很欢乐 但比赛中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确实还是有些遗憾的 这就是思路不统一 都不明白搭档们想干什么 双人联棋可能只有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 跟你的思路不一样 还比较好 那个矫正一点 但如果三人联棋 这么下两个人思路 发现跟自己走的完全不一样 更何况我们是三个人走三条思路 那肯定就不对了 就已经完全处于 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的状态 直到走到这个时候 才从混乱中恢复过来 但我感觉这一代的损失 可能在二十亩以上 这时我们可以大概判断一下形式 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木棋 十九二十三一三三十五三十六 三九四一四三四十五 五十木棋 白棋七木 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八二九三十一 三十五 白棋就是三十五木 关键上这棋还该黑棋下 黑棋这时只要往这搬一个 这棋我觉得是黑棋排面二十木加厚的 应该说优势非常大 实际上这个是黑棋优势下的稳健的下方 一说六亩 但显然不如这个大 这个不仅有五六亩棋的价值 矿茜有关这个 有关白棋的生死 黑棋走完以后 在一天白棋整块再一次 整块白棋只有半个月 更何况黑棋还有提着打劫的手段 这个是无忧解 一旦打劫这个黑棋搬和吃都又是先手 这个排面二十木都不值了 如果下这个 实际搬斩以后 估计就是排面二十木的差距 应该说同样是赢得非常的清楚 白棋把这个稳住 在烈射情况下 有的时候是要拼搏 但在这样的局面下 黑棋全局已经固落金汤了 直接去拼搏无意送死 只能把战线先拉长 慢慢等待机会 这步棋又是 非常厚的一步棋 又有木树 又破了白棋的眼味 黑棋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向终点迈进 白棋挤完以后 吃一下 这一袋损失实在太大了 白棋走这个 只能尽可能把中央称一点看不清的东西 这用电脑的数据叫减值 就把一些看不清的变化全下掉 白棋现在就掉了一个 这只能 其实黑棋联络没有任何问题 白棋这个下法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瞄着这些看不清的手段 而黑棋由于形式领先过多 也不与白棋做纠缠 确实盘面15目的优势肯定是有的 实际上其实我觉得黑棋 往这只要简单走走 往这走走 这词应该实际没有问题 实际上黑棋搬着 自补一个实在太稳了 这几乎是停了一手 在这个直面下 黑棋这个本身因为已经连上了 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几乎是停了一手 白棋走黑棋退就行了 走这一冲就行了 这个冲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冲了黑棋再就算再连来得及 这里有联络 这有联络 这两块也都是活棋型块 这户棋实在是太悠哉悠哉了 白棋先立一个 白棋在挡上 在落后的形式下 这可能是黑棋的诱试意识过于浓重 而白棋在落后的情况下 感觉什么都下得着 乖 本来快要死的一块棋 在这里顿时存出了石木棋 这直面已经是有点 当然现在估计还是黑棋 有盘面十二三木的优势 依然领先很大 关键棋盘就很小了 沾上 把这个打拔了 把这个打拔了 很困难 这对于白棋来说非常困难 把这个冲 那就走这 黑棋显然这手棋更大 肯定是走了这个就更大 即使不走的话也便宜了 而这个只有 你说一有三分之二 这个是一目 这个是三分之二 只有你说一有三分之二目 你说一有三分之二目的价值 大概也就三有三分之一目 三目多一点点 全盘不止三目的地方很多 白棋走这个 这个其实是给黑棋留点余味 黑棋实在顶掉 这部顶有点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 我们后面再说 不着急这部顶 把自己气装进 所有黑棋这部搬有问题 搬的价值 本身是如果搬粘的话 白棋这里只有三目 而且走完以后 是三分之二目 这里是一有三分之一目 黑棋就二有三分之一目 多一点 三目不到一点 关键是这里局部 还是有期 这个白棋有具体一个好的下方 白棋打吃 再一段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部收官手法 黑棋吃 白棋打吃 提 白棋吃 实际上就收成了这样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被收成的只剩六有三分之一目 白棋提示先手 黑棋走这个 黑棋只剩六有三分之一目 我们回到之前 如果黑棋在这个时候自补一个 比如说补在这 将来是这样 可以看成这样的一个收官 黑棋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等于白棋这一手棋 逆收了一个三有三分之二目的关键 逆收三有三分之二 而刚才这个粘 只有一有三分之一目 那这里就等于在这个局部 白棋就百万便宜了两目多一点 请注意大家 这个关子的手段 都特别值得大家借鉴 这确实是一个收官的好手 更何况白棋之前先不动手 等到黑棋搬以后才收这一串关子 是把这手搬的价值也变小 因为有了这两手七以后 黑棋不可能再去花一手在这搬 因为这个 这手搬的价值就数得出来 白棋走一个三目 黑棋走一个 将来白棋走一目 黑棋走的话三分之 这也就三分之一目 那这减一减的话 那也只有两目尺不到一丁点 那这个太小 两目尺都不到 那这个太小了 两目多一点点 二有三分之一目的价值 这个那太小了 随便白棋打吃一个 或者粘回来都不值两目 这里白棋又追上了一点 但 这里便宜了也就便宜两目尺多一点 甚至最多也就三目 但跟前面之前我们的灾难现场相比的话 那简直是微不足道 所以这棋依然还是黑棋优势 但现在可能从收关接待的盘二十 变成了可能只有盘面十目尺左右 又进一步的接近了 但还是要输 所以白棋最后再做这个尝试 冲 打吃 黑棋这一步又是一步大问题手 这步又类似于单关的一手棋吧 比单关肯定要好 白棋本身是 白棋在这盯了一个 这棋其实黑棋已经连上了 可见对方队中 一直有一位棋手 一直对这里的联络很担心 可能就有一点误算 他往这补了一个 其实没有问题 走这个白棋冲 黑棋就算退 没有任何问题联络 白棋挖也不行 挖黑棋就可以退 只要别上当 这一点棋都没有 黑实在在这补了一个以后 看似稳妥 但实际上由于是 木树的接近以后 被在这一走 被考验了 黑棋如果这是顶的话 那这白棋就亏木了 白棋将来一吃 黑棋这里飞弹里面要再补一个 这一个子也还在这 又被便宜了 将近一木多一点 将近两木齐的样子 黑棋实在尖这个 撑住局部的好手 但这个时候又体现三人联齐的时候 我走这个 我搭档并没有明确 我想干什么 他就先搭档很有经验 先打姜 再走了一个 总打了一个姜吧 就吃了一个 然后再一夹 这其实是 已经有点齐了 黑棋不是说初齐 而只是棺子的一些便宜 黑实在立 白棋一夹 当然这部夹下的非常的好 粘住以后 然后这一手棋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败招吧 但也只能是或许 如果按照实战白棋尖这个 黑棋这是不肯虎 这个的时候 虎是被这一打吃 这简直就是要出事了 再为一段 这被刮得很厉害 其实就是 思路应该是来源于这个 白棋一断以后走这个 白棋一打吃 黑棋提 白棋吃 这便宜的很多 为什么便宜 我们一会再讲 实战点一粘 白棋小尖 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搭档是在这打了一僵 这个打僵 应该说是断送了我们最后的希望 白棋这时再下出这部小尖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黑棋吃这个 白棋断 黑棋 还原来这个局部 白棋提 打吃 黑棋提 白棋吃 可以走这个 局部这里白棋肯定便宜了 尤其这个粘 又抢到这个粘的先手 局部看尽管是白棋便宜了 但依然这便宜的可能是两木齐不到一点 但这个不足以逆转胜负 而如果这下不冲的话 白棋能拖到这个的话 那真的要逆转了 那这一下 这样的话逆转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实际上走完这个白棋沾 像这样尽管是最弱很多 但依然是要小败的局面 接下去白棋这首棋应该是打这个 打这个应该是棺子最好的一个下法 随后白棋收 白棋能抢到充 这两个都是三木 白棋提 黑棋挖 这有可能是 经过我们局后的一个研究 是应该是我们单截打不过 要输半木的一个局面 但这个应该说是最有机会的一个下法 实际上粘这个的话 实际上白棋直接粘了这个 黑棋很机密在这顶了一个 便宜的三分之一木棋 这三分之一木就导致最后没有单截 是成为了黑棋小胜 就盘巴不可动摇的一个局面 实际上黑棋楼下得非常冷静 走完这一吃以后 这个只有先手三分之二木 这个后手两木 把这个挖掉以后 这棋基本 黑棋先走了一个这个 再把这个挖掉以后 这棋已经是胜利不可动摇了 也就是盘面八木 应该说这盘棋也反映了 三人联棋赛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吧 整体这盘棋应该说 前半盘我们出现了一个重大事物以后 后半盘利用对手的一个优势心理不断追赶 但对手在关子阶段 我觉得对于三人联棋赛 这个质量已经是非常高了 对于后半盘表现都非常满意 但对手在最后的阶段 还是守住那微弱的优势 就这样对手就以三战全身的成绩 以第一名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了季后赛 而我们一胜两负之后 我们其实挺失落的输完这盘棋 赛前我们也被认为夺冠大热门之一 但没想到小组赛三战就一胜两负 在32个阶段我们以为就出不了线了 但下完这盘棋以后好消息又传来 就我们以一个对手分的优势 成为了唯一一个一胜两负出现的队伍 以第16名的成绩出现 也获得了一个参加季后赛的资格 能把这个有趣的赛事继续参与下棋 就已经是非常的高兴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盘棋的看好 也感受到一些三人联齐赛的乐趣 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生活中 或者和其有的一个交流中 多多尝试这种联齐的兴致 有一定的一定有不同的一种乐趣和趣味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